一根甘蔗从田间 地头到糖厂 饲料厂 再到造纸厂 发电厂 多产品 多业态 构成了甜蜜产业链 从浙农 工人到乡村创业者 每一个甘蔗的收获季都是财富和幸福的体验季 高质量发展 看现域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五宣县 我现在是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五宣县的一片甘蔗地理 这个甘蔗在五宣的经济地位非常重要 它占五宣总的经济作物面积的60%以上 您看 这样的一根甘蔗 它从头到尾 五宣人能把它吃干榨净一点不剩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吴启慧2014年在五宣成立了一家农机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是五宣当地的甘蔗种植大户 每道甘蔗的收获季都是它最为忙碌的时候 现在我们能看见的这一片只有多少亩 这一片的话呢 看见的那边的话可能有七八百亩 这就七八百亩了 那您一共种了多少亩 我一共种了一千多亩 我天哪 一千多亩 这可是不少啊 要是一千多亩都是这种人工收的话 这得收很久吧 这个人工收 光靠人工收不行啊 必须要集结化 集结化 这个是下雨天 下雨天就只能用人工收了 下雨天就只能用人工收 一刀一下 好不好砍呢这个 好砍呢 好砍 我看看您这个刀 这边是砍甘蔗用的 这个地方是削叶子 削叶子的 很锋利啊 看看 试试啊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宽便 这要是弄不好就砍腿上了 没有啊 你砍惯了都没有事啊 哇 您用这刀真熟练的 是啊 天天在用 天天在用 哦 这就皮就削掉了是吧 哦 好甜哦 还没嚼呢 这一口下去就爆汁了 爆的都是甜的 甜甜的汁 那含糖量有多少 这个呢 含糖量到15到16左右 哦 15到16左右 所以它那个出糖量也很高 对对 干活起来了就不得空吃啊 哦 干活就不得空吃了 一天工资有多少啊 150左右啊 150左右 嗯 那一年砍几个月啊 一年砍四个月啊 四个月啊 四个月的时间啊 九月份到九月份 十一月份到三月份啊 十一月份到三月份 十一月份到三月份 嗯 对 哦 这个根放好了 养护好了之后 嗯 嗯 就那个什么 它第二年自己发芽出来就走了 哦 第二年自己还能发芽 哦 第二年自己还能发芽 我听郑农说 说这个甘蔗种不好的话 是不赚钱的 您敢种一千多亩啊 我认为是赚啊 您认为是赚的 嗯 为啥呢 第一个呢 因为我们规模种植 要用直接化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嗯 第二个呢 有稳定的收购 糖厂啊 嗯 再加上呢 收购价呢 基本上都稳定 嗯 就不用担心那个 收购啊 价位啊 变动 又比如说我种 三十亩甘蔗 如果我全员工的话 它都有哪些成本啊 呃 一个是全员工的话呢 一个是管务的成本 嗯 嗯 还有一个呢 是呃 砍甘蔗的成本 人工砍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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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贵 很贵 那要是机械化收割呢 机械化收割呢 按机械化收割呢 按机械化收割 按目前市场价是 一吨是一百块钱 一吨一百块钱 一吨一百 按照六吨算的话呢 就是六百块钱 就一模了 嗯 如果用人工砍的话呢 呃 一吨呢 为到装好车的话呢 就为到一百七十八块钱 一吨 那一吨差了 七十八块钱 七十八块钱 那是一亩地 是六吨 那就差了大概 四百多块钱 哦 对 那这成本差的还是挺多的 对 所以说就是 规模化种植还是比较划算的 如果能够整合起来 利用全程机械化 就非常好 哦 整合资源统一管理 五师傅目前的一千多亩甘蔗地 是六十多位社员的土地流转过来的 他说 接下来将会吸引更多的浙农入社 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发展 这个像这种天 就是以我们来看 就是最好做工了 这几天一直都在看甘蔗吗 是啊 您家种了几亩甘蔗呀 我家 有三十亩 那您呢 四十亩 赚钱不 赚奶嘛 赚多少而已 赚多少而已 怎么算赚得多呢 哎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算嘛 除了那个投资啊 还有那个进工啊 什么的啊 全部除啊 除外都赚了一些嘛 哦哦哦 人工也是要那个什么的是吧 也是要算钱的 对啊 现在做工都是要钱的嘛 哦 做工都是要钱 自己反正是肯定是干不过来 那么多活啊 那有没有想过说 要跟着一起合作做那个什么 那个土地流转啊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哦 哈哈哈哈 种糖料蔗 对于蔗农们来讲 有着比较稳定的收入 只要糖料蔗成熟 糖厂就能包收 并且价格稳定 这也是蔗农们选择 种糖料蔗的原因之一 这是在干嘛切段 这个是我们在制甘蔗种啊 甘蔗制种啊 它是靠这个甘蔗发芽的是吗 对就是靠这个发芽的 哦 捆一捆的甘蔗然后到这儿来切段 切段以后呢就是 这是芽是吗 这是两个茧 两个茧 以后那个苗就从这里长出来 哦 那经过这个是要经过什么药水的浸泡吗 这个是我们的药水就是消毒啊 抗菌啊它有抗菌啊 还有呢 柱根掌苗啊 哦 柱根掌苗啊 还有分裂啊 药水浸泡都达到这种功能啊 哦 从这儿切完了 然后药水里泡一下 哦 在这儿就装袋了 哦 这一袋是多少斤呢 不说斤是两百条四百个芽 哦 两百条四百个芽 哦 那多少钱这一袋 是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能种多少地啊 能种一亩地用十袋 十袋 六百块钱 哦 六百块钱 哦 我一直以为这个甘蔗它是种种子的 那其实不是它是种芽的 是 那这样的话 您一年能生产多少这种种子 我们一年可以生产三万亩的这种 那边就都是您的大型农机具了 哦 全部是这里 哦 有多少台一共 一共整个合作社呢 是三百八十六台套 三百八十六台这么多呀 哦 那大概投资了多少 哦 一共投资了将近八千万 八千万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 八千万 那都是您自己投的 你们合作投的吗 有合作社的社员 那带机加运我们合作社啊 哦 也就是说我买了农机具 我可以加入到合作社 哦 那这个分成怎么分呢 分成它们就做好这个按照按劳取仇 按劳取仇 按劳分配 哦 那您自己的这个机器有多少台 我自己有四十多台 相当于您从种到管户 一直到收割再到运输 哦 这一条龙全部都有了 哦 那是只给自己的这个合作社服务吗 不是 不光是做好我们的工作以外 我们还要帮全线的测农服务 哦 那还要帮全线的测农服务 就是有需要的要跟你联系 好 那是免费服务吗 不是 这是按劳取仇啊 哦 按劳取仇 收取一部费用 哦 对 但是我们收取费用呢 都比市场价都低 哦 要低于市场价 那相当于是能给测农省一点钱的是吧 是啊 我们合作社成立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好 已经被技能节约了9566万元 八年节约9千多万 哦 那相当于一年就一千多万呢 对 哦 武师傅在成立合作社之前曾经在县城做过家电生意 如今他回村创业投资做专业合作社感觉比过去的日子过得更加踏实了 从种到收的全程化机械管理解放了曾经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也大大节约了成本收入更加可观 这一车甘蔗现在已经装完了啊 马上就要运到制塘场去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车到塘场去走一圈 是 那你跑这一趟这个月费是多少 两百块 两百块 从甘蔗田到塘场大约是八公里路 路程虽然不远 但是要排四个多小时的队才能卸车返程 自从有了智能排队系统 司机们就不用在停车场里浪费时间了 据了解 在武轩从事这样短途运输的司机有五百多人 每年全线结算出运费三千多万元 我到塘场里面去了 再见啊 这里是我们的清晰处理工段 主要目的将这个浙质进行提存 然后提存以后的清智进入下一工序 就可以熬糖了是吧 还没得熬糖 还不能熬糖呢 对我们先进行蒸发浓缩 成糖浆以后再去熬糖 蒸发浓缩就是把它的杂质取出来是吧 对我们把杂质分离出来以后 那么形成了杂质呢 就运输给浙农进行甘蔗种植 哦这里面的杂质还有用 对这个属于一个有机肥吧 这里是我们沉淀池经过沉淀分离以后 出来的这个互产品绿泥 绿泥 是的 就是那个沉淀物是吧 对对 这就是您说的那种有机肥是吧 这个四角门岛的有机肥 作为我们甘蔗种植的一个肥料 哦 那么这个肥料呢 我们是免费 拉去给浙农 煮糖罐 我发现大锅了 只不过这个大锅 跟那个传统系上的大锅不一样 对我们这里是密封的罐 哦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煮链 对流 然后浓缩 到一点的粗度以后 放出来的糖糕呢 经过这个分离 分离出来以后的糖 再烘干 冷却 然后再去进行装包 哦 就是我们的白炸糖 能出来那个糖浆是吗 哼 这是我们的一个炸糖糕了 哦 这是什么 半成品 半成品 你可以尝一样 又香又甜 又香又甜 这个已经能感觉到 砂糖在里面了 对 嗯 好甜啊 但是它不是那个 纯纯的糖的味道 好像还有一点咸味 哦 它里面带有那个母叶 我们还要把母叶分离出来 有杂质是吧 哦 最后的一个费蜜 费蜜 这个东西有用吗 这个的话一般是卖给酒精厂 酒精厂 来生产酒精 哦 这个是酒精的原料啊 那个多少钱一吨呢 在市场上 目前市场上大概是1400多吧 1400多一吨的费蜜 也就是说您看啊 我刚才从糖厂走了一圈 我发现完全没有废弃物 我们那个清脂沉淀出来的 那个叫绿泥 是有机肥 然后呢 这个是糖浆 对 就是用这个糖浆 我们就出了这个白砂糖 这个是赤砂糖 然后呢最后还有这个费蜜 还没完呢 甘蔗经过压榨之后的浙渣 也是糖厂的一项副产品 在市场上的售价 大约在500元一吨 这一车一车的浙渣哈 在这卸车了之后堆得像山一样 接下来呢 他们就要到工厂里进行蜕店了 这一车一车一车的浙渣 现在我手里的这个浙渣 还能看出来它原来的样子吗 这个现在叫什么 表白浙渣浆 叫表白浙渣浆 是吧 它这个纤维是没变的 是吧 对 我们里面的纤维 比阿姆浆的纤维还差 浙渣变为表白浙渣浆之后 可以制造出一种重要的生活用品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 甘蔗渣摇身一变 变成了我手里的这个纸巾 它相当于这个甘蔗渣是 所有的这些纸都能生产是吗 我们想象得到的纸都可以制造 想象得到的纸都可以制造 除了一些特种纸 商品的目前来讲 这个成本估计1000块钱左右 每吨1000块钱左右 每吨就低1000块钱左右 把成本把它降下来了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 这个也是提供了更低价格的一些产品 对 它是给 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是很实惠 因为我们买的商品价格低了 对吧 而且更环保 甘蔗渣之前 在应用造纸之前的话 这个是作为的污染物的 对 它是肺皮 而且很难处理是吧 这个处理也是很难处理的 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的 废物利用 因为我看得到那一堆一堆的甘蔗渣 就是能结成很多木材是吧 对 这个包括我们就想明白 从干净的田里收回来的这个这位 就被送到了这儿 这儿是一个什么呢 饲料加工厂 这位在这儿能够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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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料 一天能打多少 一天像这个机子的话 一小时是20吨 一小时就打20吨 那您每天能处理多少 每天能处理 如果只是加工而自用的话 像这个机子 一天你会按八个小时 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很高 它这个比一般的牧草 糖分肯定要高 因为这个它的云材料 都是那个甘蔗的 糖尿蔗 对 糖尿蔗 您想的 这个往下就是那个甘蔗了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还是有咸味的 所以它的营养成分应该很高 但是它肯定不耐储存 加上那个益生菌 给它形成真空之后 一年它不会腐烂 这个是已经办好了的 这就是益生菌 对 也就是说把那个 泥粉最好的那个什么浙尾 加上这个益生菌搅拌均匀 然后就打包 就可以外销了 对 这一袋是多少斤 大概是100斤 100斤 卖多少钱呀 大概25块这样 25块钱 那能销多少啊 大概是3万吨左右 3万吨左右 那这利润不小啊 卖的怎么样 销路怎么样 销路都没问题 基本上加工出来 都有吃着过来要了 就只要我做出来就有人要是吧 这个东西它是缓季节的东西 对 因为我们的榨季是从 初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 对对对 有将近5个月的时间 4到5个月吧 对 4到5个月 这4到5个月正是北方大地萧条的时候 所以这个青资料就卖的会很好 是吧 对对对 因为往白走的话 基本上到了冬季都很缺乏这个草料了 所以是 更好是缓季节的东西 对 有多少就能卖多少是吧 对对对 这尾当中不含有糖分 蛋白质 以及20多种氨基酸 维生素等营养成分 而且有淡淡的甜味 是牛很喜欢吃的饲料之一 加工清除饲料的工艺也不复杂 专用的饲料发酵剂的运用 不仅仅有利于青饲料的储存 更有利于青饲料中营养物质的释放 也有利于牲畜的营养吸收 同样便费为保的还有蔗叶 原本弃之不用的蔗叶 现如今也成了发电厂的燃料 据了解发电厂每天能够处理30吨的蔗叶 每天能够发电大约7500度 一个炸季结束可以持续发电22.5万度 营养这个甘蔗为什么把根都给砍起来了呀 这个是林根一起 这个是保养 那个根要留的是糖料测 不是水果甘蔗 这是水果甘蔗 对颜色不一样 你看这是黑皮的 它们俩的含糖量一样吗 一样的 一样的 但这个是水分更足是吗 对这个是种在水田里面的水分比较足 那个种在山上的岭上的水分没有那么足 这个是要粘粘种 对 那我开一根给你尝一下 我在田里已经尝了那个了 就是非常甜但是有点硬 这个皮比较好削是吧 是啊 这是脆皮黑甘蔗 尝尝啊 闭口下去满嘴都是甜甜的汁水 这感觉太好了 而且这个肉是酥的 是啊 你咬就下来了 不要因为干涉那么难啃 不难啃 这个贵不贵啊 这个我们粘袖 粘袖价是两块五到三块 两块五到三块一斤 批花是两块也 两块钱一斤 卖得怎么样 我们卖得很好 这个赚钱 这种一毛 四万多 收入 五轩的公共电子商务平台成为了推销水果甘蔗等当地特产的重要窗口 电子商务风中圈的功能呢 卖那个黑甘蔗了 对对 还卖黑甘蔗 还有这个我们县的马蹄 还有这个柑橘 半个多月的这个电商销售这一块基本上全部完成了两百多亩这一块 都卖完了 都卖完了 那全年它的那个销售额大概有多少 全年的销售额大概按照我们县的农产品销售额大概要上亿阵 我们全县种有糖尿蔗30.6万亩 是国家糖尿蔗生产基地县 县内有两家制糖企业 企业员工有1097人 涉及种植农户2万多户 2022到2023年榨基 预计糖尿蔗总产量可达148万吨 产糖18万吨 到2024年实现这堂中和利用产业产值30亿元 一根甘蔗从头到尾吃干榨净 五轩的朋友跟我说呀 这是五轩甜蜜的事业 您慢慢来做 您心情绪的呼吸 您感谢您的心情绪 您完全感谢您的心情绪 您感谢您的心情绪 您吸引出 您感谢您的心情绪 您的心情绪 您院里能安全 您大概需要您的心情绪 您还需要您的耳心 您的心情绪 您也需要您安排 您的心情绪 您说您的心情绪 您担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